一面而来这条街最亮地在 小朋友们不要太把我崇拜 介绍一下你千万别被吓坏 我不得到这条街 不要看我这张脸这么可爱 看我厉害比人太全到黑带 帮助小孩也放肆引人认爱 扬起无赖迷人风采 我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亮地在 总记录一定要把要打败 我心要戴把自己要帅 一出门闪闪认认爱 没办法我天生我天生就这么帅 开小赛罗小格力乔 你们今天可真悠闲啊 我们今天是来感谢你们的 是啊是啊 原来是蛋仔兄弟们这么客气干嘛呀 我们帮助你们是应该的 你们放心只要有我们在 就不会让贝利亚和托雷基亚这两个坏蛋欺负你们的 是啊是啊 但在小伙伴们 你们离开光之国来到我们这个奥特小镇 你们就是客人 我们不会允许我们的客人在这里受到任何伤害的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安全的 小格力乔 听说昨天你们都被贝利亚给吊起来了 要不是你们的萨罗爸爸和格力乔妈妈及时相救 真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来找你们 一是为了感谢你们 二是我准备要亲自去找那个贝利亚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是不会怕那些怪兽的哦 嗨 蛋仔兄弟们 我叫小迪加 你们可千万别冲动哦 那个贝利亚和托雷基亚 可不是一般的坏人啊 他们抓你们 就是为了要夺走你们身上天生自带的超能力 要去的话也是我们陪你们一起去 我们是不会让你们独自去冒险的 小蛋仔 我陪你去 我要和你一起面对危险 我们两个相互也有个照应 我熟悉贝利亚 他这个人永远无谋 只要我们随机应变是不会有事的 我们一定会化险为夷的 那好 伙伴们 那我就和小赛罗先走一步了 你们让小格力乔和小迪加带你们玩去吧 于是 小赛罗和小蛋仔驾着一辆飞车就出发了 小赛罗明知道前方有危险 但是依然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小蛋仔 真是勇气可嘉 小伙伴们赶快给他打分吧 他们加速行驶 没一会就到了贝利亚的老巢 他们看上去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小蛋仔绝对是有把握战胜贝利亚的 小蛋仔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让贝利亚不要以为小蛋仔们是好欺负的 他们可不是软柿子 小赛罗你就留在外面 我一个人进去就行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有事的 那怎么可以呢小蛋仔 我是不会退缩的 我要和你共同进退 我们赶快进去吧 我能保护好自己的 他们看上去好多人啊 小赛罗你听我的 等会打起来 你就先跑到外面躺起来等我 不然我怕我的魔法会误伤到你 好的小蛋仔 等你打起来再说吧 贝利亚 听说你要找我 还要吸收我的能量 那我就亲自来找你了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的本事 如此嚣张麻糊 目中无人 哈哈 没想到 你们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屁孩 竟然自己送上门 是谁给的你们如此大的勇气啊 你们真当我这地方 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既然如此 那么你们就乖乖地等着我 把你们的能量全部吸完吧 你说 谁是小屁孩 不要以为你有多厉害 我只相信 邪恶是永远战胜不了正义的 我们小蛋仔们 不远万里从宫之国 到奥特小镇 只是为了见见世面 来这个新世界 学习点新的事物 新的知识 我们既不伤害人 又不拖不强 你为什么还要为难我们呢 我们蛋仔的能量 是天生就带的 你即使打败我 你也抢不去 贝利亚 你也听到了 他们的能量是与生俱来的 你是抢不了的 我请求你以后 就不要再为难 他们了好吗 我们和平共处 平平安安地生活在这个 美丽的世界多好啊 哈哈 你们这两个毛头小子 真是太天真了 你们是在给我洗脑吗 我可是邪恶力量的翘主 做坏事是我的天职 就算是得不到 这臭蛋仔的能量 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有我在 你们永远都不会 平平安安地生活的 哈哈哈哈 那好吧 既然你如此直立不悟 那么我就只能 好好地教续你了 让你们好好长长记性 以后少做坏事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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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赛罗 快出来吧 我们可以走哦 来了来了 你真棒小蛋仔 没想到你如此厉害 我真为你开心 这下贝利亚以后就不敢再找我们麻烦了 你们就可以安心地待在奥特小镇了 小蛋仔 你知道吗 从你们刚来奥特小镇的第一天 我就觉得你们这些小蛋仔既聪明又勇敢 我以后要和你们并肩作战 我们一起学习知识 保卫我们的家园 不会再让坏人来欺负我们的 放心吧 小赛罗 我们以后就是最好的好朋友 还有小迪迦 小格力桥他们 我们一起来保卫奥特小镇吧 我们要担负旗帜的责任 爷 真是太好了 我又有许多好朋友了 我们现在终于不怕那些坏人了 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听爸爸妈妈的话 小蛋仔 我给你表演一段舞蹈吧 小伙伴们 大家赶快给他们的友谊打一百分吧 他们的正义和纯真值得大家赞扬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扬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扬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